还有大笔琴侯文邦两位呢 为我们来演奏这首大家非常熟悉 非常喜欢非常流行的菊花台 那么同时呢也让大家领略一下 在流行音乐元素 用国乐团的这个演奏形式之下的 这首曲弓呢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意境呢 好希望大家呢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去感受一下那种不一样的意境 那么你如果说想要改变成其他的乐器的演奏呢 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今天听的是大笔琴还有二人鼓掌声 欢迎陈俊兰以及侯文邦 也再次欢迎几位各位听众的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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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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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一次谢谢苏贞云秀 还有秦威他们三位所带来的达姆达姆 其实在乐团里面有很多的数人音乐家 不管他们是不是科班或是非科班 也就是说是不是在后来有念音乐科系 都没有关系在这个国乐大家庭里面 大家相处得非常非常的融洽 一直为这个心爱的国乐 喜爱的音乐一起努力 在一起排练合作愉快 那么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呈现给大家 接下来带来的是二国的合奏曲 胜利曲 那其实提到的这个黄提萌先生 他是早期国乐界的一个资深的前辈老师 那他写了中华乐学通论 还有早期也写了很多的这个合奏曲 那其实在当时在国乐社团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还有作品 早期国乐社在这个参与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当时的这个台湾 可以说是很早的这个国乐的这个历史 所以在他们这个作品里面 还有几位前辈的这个网络收集之下呢 他们的一个作品 还有他们所收录编曲的一些曲集等等 都是我们现在国乐科系里面 可能在研究所或是大学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贝的资料 也有人特别为他们所写的这些曲子 甚至写了这个论文研究等等 所以呢我们也有机会在研究会的时候呢 挑选出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比较早期的作品让大家欣赏 当然有别于现在所谓的这个交响化的作品 当时的曲子大部分都是以大齐奏为主 所以算是比较不太是 算是简单的啦 不会说很难入门 那也是让大家对二胡这项乐器 有非常喜爱的原因 因为呢在二胡的作品里面 有很多很多早期大家可以演奏的曲子 也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台湾国乐的这个历史 好非常棒的这个作品 那现在呢我们要请二胡族的这个团队们呢 一起来为大家呈现这首胜利曲 其实呢这个脸谱 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手抄谱哦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曲子 同时要再次欢迎指挥郭哲诚老师出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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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再次掌声欢迎指挥 波德台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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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